好多的设计大师都是全方位跨领域 今天的配层为时尚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位日本国宝级的设计大师 叫做Hiroko Koshino 其实这位大师呢 他本身在日本相当的有名 而且他就是一个设计世家出身的 甚至呢 连日本的这个NHK电视台 都有把他的故事翻拍成电视剧 那他在法国有一些公开的画作展出 这就是他跨领域的地方了 因为他除了设计非常的厉害之外呢 他有从事书法还有绘画的创作 今天下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呢 就是他们春夏最新的设计 甚至连我们现场 橙色的丝巾还有包包 也都是这位日本设计大师 Hiroko Koshino的设计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配层为时尚的脚步 一起来认识这位日本国宝级的设计大师 如果你喜欢日本设计师的作品 那么你一定要认识这位大师 Hiroko Koshino 小小红字 从事服装设计超过55年 在国际时尚界 更与山家一生 山本耀司等设计师齐名 除了服装设计之外 他还从事书法 绘画的创作 是个全方位的艺术大师 同时也是知名建筑师 安藤忠雄的好朋友 设计师小小红字 他出生于服装世家 母亲是日本传奇设计师 小小林子 红字和两个妹妹都是服装设计师 他们的故事更在前两年 被NHK电视台拍成日剧 秘子的洋章店 剧中女主角小元秘子 就是他们的母亲小小林子 大师他是以结合 东方传统文化的精神 与西方的流行趋势 来创造出他特殊的风格 从小在日本 他就是接受很多艺术的学习 所以他对艺术这一块 是非常的注重 因为他的设计会结合 东方的传统文化精神 还有我们西方的那个款式 现代流行的设计 结合在一起 然后适合东方人的身材 剪裁这样子来做一个搭配 Giroco Koshino 出生于日本大阪安和田市 久读日本文化服装设计学院 在学期间 就荣获日本设计师协会 设计比赛的第一名 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世人关注 1977年 在东京举办第一场服装秀 1982年 开始登上巴黎时装周 并活样于国际间 他的作品风格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底蕴 并融入新式剪裁技巧 用高科技的创新布料 为传统日本色彩赋予鲜活的崭新生命 司机师小小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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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arge的塞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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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率一直都软下去 服裝系列,主題名為光與影的物語,model從後台走出,將巨大的窗戶影子投射在光亮的白牆上,整個系列以活潑繽紛的印花布料做開場,服裝上大面積的圖案是一座一座沐浴在陽光中的都市建築,建築物的陰影面與輪廓不外明顯,強調光與影,兩鄉對立卻同時存在, 接著,色彩漸漸過渡到較金屬感的灰與黑,並融入強力的立體結構與日式服裝的輪廓線條,黑與白,光明與黑暗這樣的對話,不斷出現在這個系列當中,展現它更深層的思考哲學。 我們這一季的主題,它是光與影的物語,設計師它從時裝袖延伸出來的手繪、窗戶、大樓等豐富的色彩圖騰,來展現出光與影、明與暗的存在感, 然後以特殊的素材來利用它抓折的效果,展現出它的立體空鬆感。 品牌於2009年登陸台灣,除了在台北、高雄都有據點外,今年4月,又在新一區有新店開幕,可以看出品牌對台灣市場的重視程度。 設計師曾在09年時受訪託會邀請在台北辦秀,當時他還自掏腰包夾開議場,專門開放給台灣設計科系學生免費參觀。 2013年,他更受高雄市長陳菊邀請,舉辦座談會及服裝發表。 Hiroko Koshino,過來台灣的時候,下去高雄聽到原住民的歌,聽到心裡很感動,馬上決定採用他們的歌聲自己的舞蹈秀。 隔年,他再來台灣,在高雄錄音他們的歌聲,東京十三週裡表演出來,原住民的歌上台國際舞台上。 Hiroko Koshino發展至今,旗下擁有五條平台路線,縱使設計生涯超過半世紀。 這位設計大師,仍然用最豐富的熱情,繼續他的創作之路。 他的作品,更是我們認識當代日本藝術的最佳途徑。 達人。